本周佳话且听风言 各位好 我是佳风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巴黎大视野 在YouTube上收看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2022法国总统大选以马克龙的成功连任落下了帷幕 就像五年前一样 和马克龙在第二轮进行巅峰对决的还是勒庞 但这次选举的背景要比五年前复杂的多 在众多绕不开的问题当中 有一个非常棘手的就是乌克兰危机 而勒庞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确是觉得回味 毕竟他还是获得了40%的选票 而且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 把时间退回到4月13日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勒庞表示 他希望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勒庞同时表示不应该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据近日俄罗斯4月13日报道 勒庞说他的意图在于让法国回到1966年至2009年期间的状态 也就是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但是没有离开北约 勒庞强调他永远不会同意让法国军队 从属于北约司令部或者欧洲司令部 不过勒庞也补充说 法国仍然将坚持北约的集体安全利益 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 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 他会提议加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 据美联社报道 勒庞13日还发出警告称 不应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他说我对于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持保留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提供军事援助和被卷入冲突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狭窄的 如果俄乌冲突升级 很多国家可能不得不做出军事承诺 早些时候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还表示说 法国已经在最近几周向乌克兰运送了总价值约1亿欧元的武器 近日俄罗斯指出 1966年法国曾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但未就此退出北约 冷战结束以来 法国逐步重新参与北约的军事体系 并于2009年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报道分析称 若法国再次退出 将会给北约带来沉重打击 因为法国不仅是北约第三大军事力量 还是北约成员国中 国防预算第四高的国家 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主要负责对北约各成员国的军队 统一进行指挥训练和演习 实施统一的武器装备和标准 共同制定战略计划 建立相应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 法国这边是在为北约的去留而争执不休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纠结和犹豫 文物冲突让一些本来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开始重新盘算 而也有一些国家开始削尖了脑袋 往北约里扎 当地时间4月13号 芬兰总理马林表示 芬兰会在数周而不是数月内来决定是否申请加入北约 据路透社4月13号报道 马林表示 芬兰政府会就加入北约仪式进行仔细分析 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一切都改变了 北约成员国和北约伙伴国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获得安全保障 该条款就是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 根据条款内容 一旦确认有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 其他成员国都会做出反应 芬兰及其邻国瑞典一直是北约的一个伙伴国 但是还没有加入北约 马林强调 我不会给出芬兰加入北约的具体时间计划 但是我认为我们会很快做出决定 在数周内就可以决定 而不是数月 芬兰MTV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 68%的受访者支持芬兰加入北约 仅有1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路透社指出芬兰政府13日发布了一份 有关更新芬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白皮书 称俄乌冲突爆发 深刻的改变了芬兰的安全形势 但是这份白皮书没有就加入北约提出建议 芬兰议会将于近期审议这份白皮书 此前芬兰和瑞典两国均认为 不要在俄乌冲突中公开的选边站 是保持和平的最好办法 瑞典首相安德松曾表示 瑞典加入北约有利有弊 但是最明显的优点就是 能够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 来获得安全保障 4月初的时候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如果瑞典和芬兰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两国将受到欢迎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 俄方多次表示北约是一个用来对抗的工具 其扩张无异于欧洲稳定 佩斯科夫强调 如果两国加入北约 打破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 那俄方会将此举视为是 危及俄罗斯整体安全框架的一个威胁 并就此采取额外的举措 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 且200年来未参与过战争的瑞典 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加入北约这一选项 4月13日 在与芬兰总理桑纳马林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安德松强调说 瑞典政府将于5月下旬 就俄罗斯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提出应对的方案 同一天早些时候 瑞典日报还发布消息称 安德松可能考虑在今年6月向北约提交申请 尽管未成定论 但是仅从表态上的变化来看 对于未来反对加入北约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来说 不亚于180度大转弯 就在3月初 安德松还未曾考虑让瑞典加入北约这一选项 他当时称说 瑞典在目前的情况下申请加入北约 将进一步破坏欧洲这一地区的稳定 加剧紧张局势 2月底以来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 很可能是推动瑞典政府改变新意的主要因素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近期邻国芬兰在是否加入北约问题上的积极表态 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瑞典的行为 瑞典社会民主党曾经宣布 将以此次乌克兰危机为契机 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 瑞典社会民主党4月11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时 瑞典的安全立场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在此之前 瑞典执政党的立场普遍被外界视为 申请加入北约的最大障碍 去年11月 该党重申了他们的军事不结盟政策 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教授萨亚松曾经向半岛电视台明确分析 社会民主党是决定瑞典能否加入北约的一个关键 而实际上尽管是社会民主党强烈反对加入北约 但是瑞典与北约的关系却是相当的紧闭 路透社报道称 瑞典自1814年以来便是没有参加过战争 其外交政策建立在不参与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 但是近年来随着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关系的加剧 瑞典与北约的关系是日益的密切 对此 《华盛顿邮报》也指出 瑞典与芬兰都有着与北约密切合作的悠久历史 两国与北约部队进行训练 还曾为北约领导的阿富汗行动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坦国的联盟派遣过这个部队 不过即使没有北约的保护 芬兰和瑞典理论上也可以获得欧盟的援助 欧盟条约当中规定如果成员国领土内发生了武装袭击 其他成员国有义务向其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上个月马林和安德森已经向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致函 强调在欧洲新安全环境下应该强化欧盟团结和共同防御条款所发挥的作用 邻国芬兰关于是否加入北约问题的讨论也是增加了瑞典国内的紧迫感 据路透社报道该国反对派温和党领袖克里斯特松正在呼吁政府 就北约成员国身份问题展开讨论 他指出我们不能躲在后面指望风暴过去 然后对芬兰一两个月后的决定感到惊讶 路透社分析 这个芬兰和瑞典有着密切的军事联系 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加入了北约 那将给另一个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从地缘还是从历史来看 芬兰面临着比瑞典更为直接的安全威胁 首先芬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长约1300公里的边界线 是欧盟成员国中与俄罗斯边界线最长的国家 但是瑞典却并不与俄罗斯接壤 即便如此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负责北欧事务的瑞典籍专家 维斯兰德向纽约时报分析称 从政治上来说 无论北约成员国身份对瑞典有多么的复杂 倘若芬兰加入北约 那么瑞典被排除在北约之外将是非常危险的 本周佳话且听风言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巴黎大视野 在YouTube上收看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嘉峰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